我们还有一章讲完了就说一些神奇好玩的 那么这个《易经》里面有很多成语是直接出自于《易经》 为什么强调直接 因为这个一话开天首先就是个成语 这个所有的万事万物啊都是由易经 由气、氧化、阴阳变化而来的 那么单说阴阳就可以说出很多成语来对不对 这个阴盛阳衰啊 呈阳一阴啊 呈善阳恶啊 实际上这都是阎身 那么直接出来的呢 那比如说自强不息 获得载物 自谦又知极无不利 虽然有的不是现在认为成语 但是这些非常经典的 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成成语 因为成语的这个定义 就是一个演绎 一个指代 别的拿出来没有这么精炼 没有这个特别的意义 那么就可以这样 那古人写字本来就这样 甚至很多你自己觉得它是 就差不多 不要强行去狭义的定义 那么三阳开太啊 这个我们就不延伸了 力射大传 冤恨力真都可以 他这个 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成语是错综复杂 这个词也是由挂直接来的 那么你看这个是错挂 错挂是画错了吗 不是 那就是 这个挂全部变成跟它一个不一样 那就是等于你说画错了就画错了 那么这个就错挂 它反过来也是错挂 那么宗挂 三地波 变这个 我们就不管它叫什么名字 倒过来 回来了 这就叫宗挂 两个互相之间 互为宗挂 那错综复杂 复呢 你看这有个复挂 那当然不是指这一个单纯的挂 而那没有什么特别意义 那每个挂都有它的读到特别 那就是说这个复啊 包括杂呀 古人的解释也有 但是我们现在把它延伸 理解 不同的都可以 那么有的说这个复挂呢 就是之前说的护挂 咬一下舌头 闭一下嘴 它也同一个读音 它也有类像的地方 就像那个 通甲寺的感觉 像有些地方方言 它就两个字就一样 这个 广东话 是吧 果果果嘎 有果果果嘎的果果 反正就 这个音一出来 它也有特别的一个像 对它们来讲 对它们来讲就有地方的这个意义 它就产生这种能量 写出来 读出来 会有各的所在 那么 这个复呢 就是说 除了护挂之外 也可以叫重复 你比如说挂 它都是五十五颗的变 那前挂 它变 那又变成前挂 你可以说它没变 如果说它变了 是一个延续 时间很长 你可以把它分开 这个阶段 那也叫变 那么这个重复 也叫复挂 你可以这样理解 那么杂挂 杂挂呢 有人说是这个护挂 也是说护挂 二三四三四五 分别往上 往下错一位 然后 有人说这个护挂的 错挂 中挂 甚至 护挂 都可以 我们 最近因为在家 没有那个黑板 这个 更人设 简陋了一点 但是大家想听什么 咱们也可以 就来讲 那我们下节课 下指一算 好吧 开始 从这 入手